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标准水准或水平 这也是咱们生活中特别常见的词了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tandard 标准水准或水平 那么这个词呢一般多强调 咱们大家公认全国公认 是世界公认的一个标准水准或水平 这个一般大家都承认 我们看一看它常见的搭配 这个词习惯用复数比较常见一些 多用复数 你像safety standards 安全标准 moral standards 道德标准 对吧 还有像living standards 这个都翻译成生活水平 生活水平不也是个标准吗 收入是否达标了 居住面积是不是达标了 饮用水是不是够干净 其实也是来自于标准 这是生活水平 可以这么来说 你像还有我们说高水平的生活 低水平的生活 也是用它 一个高水平的生活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一个低水平的生活 a low standard of living 那么享有高度的生活 高水平的生活 享有可以enjoy吧 the local people enjoy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但这个地方的人呢 他很不幸的有低水平的生活 有倒霉的就不能enjoy了 some can suffer from 我们说local people suffered from a low standard of living 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水准水平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 那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叫ISO 对吧 写全是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以后我们知道了 ISO is short f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它是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 这么一个缩写形式 这是标准水准水平 我们看standard一般指公认的 全国甚至全世界公认的标准 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 用这个词是可以理解的 那还有一个 也是指标准 你看中文是一样的 但这个用的场合略有不同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词了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riterion criterion 它复述比较特殊 是把后面Owen去掉之后 换成这个字母A 在大声里面 criteria criteria 中文差不太多 都是指标准 但这个词呢 一般多表示某个机构 某一个组织 某一个公司 自己确定的标准 每个公司之间可能就不一样了 但未必是全国全世界适用的 我们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emission criterion 用这个词更合适 这叫录取标准 那么我们每个大学可能不一样 咱们大学排名不同 可能录取分数就不同 录取标准 再比如说 the criteria we use to select candidates 后面这个 we use to select candidates 这是定语从据 来修饰前面的先行词 criteria 这是复述了 我们用来选拔候选人的这个标准 当然我们的标准 跟他们公司 他们学校标准过的就不一样了 这是某个机构内部确定的标准 可以用它 记住 单数criterion 复述 用的更多 叫criteria 就好了 另外指标准水准的 还有一些书面语 写作中用的特别多 咱们来看看这两个词 都是普通的可数名词 复述都可以加s 只不过这两个词比较文气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就是比较文言一些罢了 咱们在写作中可以尝试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yarstick yarstick benchmark benchmark 标准 标杆 标尺 尺度 都可以 但一般中文可以翻译标准 没问题 衡量另外一个事情的标准 我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the yarstick 或者说 the benchmark of tools is practice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对吧 那是不是真理呢 通过常识判断不行 必须在实践中 用事实数据说话 所以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是检验是否真理的一个标识 一个标杆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在 直而易写作中的一些片段 因为李老师也讲 直而易作文的这个课程 我们来看一看 在直而易写作范文中的一些句子 这是我们在直而易作文 有两种 一种叫argument 一种叫医术 这是医术范文中的一个开头段 我们来看是怎么说的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a society has to place his overall success before the well-being of its members to achieve prosperity Whereas others believe that the only benchmark of the well-being of a society is the general welfare of all its people 这是复述下题目 咱们把题目做的是改写 有人认为呢 一个社会必须把它的总体成功 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 来取得繁荣 就把什么放到什么东西上面 用在place Whereas就而了 就现在while而 而呢 其他人认为呢 the only benchmark 看到了 社会幸福的唯一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所有人民的普遍的幸福 这是两种观点 下面我们来自己表态 Admittedly承然 a society should pursue its overall success 一个社会的的确确应该追求 它的总体成功 但是 But from my perspective 从我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呢 This goal will never be attained unless and until the well-being of all its individual citizens is properly respected 除非并且知道 那么所有个体公民的幸福 得到了适当的尊重 否则总体成功这个目标 永远无法达成 这是对第一种观点做个让步 表示我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人民的幸福重要 非常漂亮的开头段 里面就出现了我们里面这个 benchmark 比较文言一些 来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依然是范文中 只不过是范文中的 我们一个结尾段 范文中的结尾段 你看是怎么说的 To sum up 总之 I concede that the overall success of a society is important indeed 总之 我承认呢 一个社会的总体成功 的的确确是重要的 对吧 我们说 However 然而 Without sufficient emphasis on personal welfare 如果不充分地强调个人幸福的话 我们说了 Not only would the motivation of a society's citizens be weakened 不仅仅一个社会的公民的动力 会受到削弱 这里面 Not only 放到所在分居记守 我们would用了道桩了 甚至怎么样呢 But the philosophical and opinions of democracy would also be undermined 甚至怎么样呢 而且我们一个民主的 哲学的根基 可能也会被动摇 被削弱 这个民主的democracy philosophical 是哲学的 and opinions 本来表示 房屋建筑的地基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习惯复复 就像我们指房屋 地基用foundation 一般也是用复复 the foundations of the house 一样 那么地基派成一式 根基基础了 民主的哲学根基 也会受到削弱动摇 慢慢社会 就脱离了民主了 对 后面说 Therefore 因此 The only yardstick of the well-being of any society I believe is not its over-success by the general welfare of all its people 因此 这个一个社会 是否幸福的 唯一的标准 因为这个 范文开头段 用的是benchmark 怎么结尾呢 李老师把它换成了yardstick 标准是什么呢 我认为 不是总体成功 而是 所有人民的 普遍幸福 这刚好是 李老师给大家写的 植而易写作范文的 一个开头 一个结尾的 分别用了两个 不同的标准 你看在植而易 GMAT 包括ICT等等 这种学术文章中 用上一些比较正式词汇 可以给文章 增广天才 好 这是我们看到几个 常见的标准 放在一块儿去 把它牢牢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 跟老师学到这儿 给文章中 给文章中